接下来有为大家推荐 2018年经典泳流传的 年度经典作品 这篇经典是一首著名的叙事诗 与孔雀东南飞一起并称 岳辅双臂 世中女主角木兰的中语笑 刚语柔流传千古历久明星 在古代花木兰是个传奇个体 在今天花木兰是个传奇个体 木兰是个时代群像 这首经典就是上文杰传唱的 木兰诗 我是经典传唱人上文爵 我是经典传唱人蒋木涵 我们把这首经典木兰诗唱给你听 翻山月嵘 木兰诗唱人上文字幕兰诗唱 不知归期遥望故乡 无心惆怅 推红装 卖写唱人上文字幕兰诗唱 卖写唱人上文字幕兰诗唱 畠曲唱一首歌 卖写唱人上文字幕兰诗唱 牆肩脊 薄言善孤寂 重回故乡 不回风伤 只愿堆尽一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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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尚文杰 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经典的团唱 谢谢 也掌声感谢台上 所有合唱队的成员 谢谢各位 唱得我身为女生都骄傲了 真的 叫不喊几岁啊 我今年12岁 但能量好强大 真的太强大了 知道这首歌为什么这么有气势吗 你以为单靠他们两个人做得到吗 今天这一版 还有一支非常特别的合唱团 和尚文杰还有蒋穆涵 一起完成了这首经典作品 《木兰师》 掌声欢迎他们来到经典影流传 我能请其中一位 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咱们这支队伍 大家好 我是公安部刑侦局的警官宋阳 站在台上的是我们公安部的警官合唱团 我们目前共有团员80多个人 分别来自公安部机关的 经侦 刑侦 出入境 法治等34个聚集单位 我们能够见到的经典我们能够了解和知道的都在身后了 这是一支了不起的队伍 我们这个《木兰师》的作品正好是描述了《木兰从军》这样一个金国英雄的形象 所以我们今天站在这里真的是非常想把公安队伍里面女性警官的风采和英姿展现给大家 其实在我心目当中 有着对自己小家的那份爱和牵挂 但是当她们穿上这个制服警服的这一刻 我看到的是她们选择了大家 选择了大爱 所以今天这首《木兰师》应该也是送给她们的 以此来向所有奋斗在一线的公安干警致敬 谢谢 女生的力量为了这个社会付出了非常非常多 不管是你看得到的或者看不到的地方 我们有我们自己独一无二的方式 而那就是我们内心最细腻的 最能够照顾到别人心里最脆弱的那个地方的 那就是我们的特质 请好好珍惜它 而且也请将它发扬光大 让我们把这个爱继续传出去 这个大门打开之后 后面我们的女警官 真的是那句是说的 中华儿女多其智 不爱红妆爱武装 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 所呈现出来的一种骄傲自信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的 这就是我们经典有流传 今天要把花木兰这个诗 搬到这个舞台上 给所有的观众 甚至是给全世界的观众 所要呈现的 除了经典永流传这个平台之外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平台 能够通过其他的传播方式 让更多人了解 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所以再次把掌声 送给我们台上所有的木兰们 感谢经典谈传人 尚文杰为我们演绎经典作品 木兰师 打开微信摇一摇 分享经典 让经典再次流行 那么下一首 经典永流传的年度经典作品 会是哪一首呢 让我们有请经典推荐人 感谢观看